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超几何分配 超几何分配 Hypergeometric 这种分配就是一种二项的试验 什么叫做二项试验呢 就是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选择叫做成功 一个选择叫做失败 那么 它跟二项分配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像的 但是有一点差别 就是说我们从母体里面 所抽出来的样本 抽完了以后 看完了以后不放回 这就是超几何分配 那么如果说取后放回的 我们就称为二项分配 我们来看看它的分配的一个解释 假设说 这边有一个袋子 总共有N颗球 大N个球 其中有K个 是红色的 红球 是K个 至于说 其他的非红球 我们不管它是什么颜色 那就有 N-K个 大N-K个 那么现在 假设我们从袋子里面 以抽出不放回的抽样方式 来抽 抽出小N个球 那么 红球的个数是 X的几率是多少 现在我们抽的N个球里面 有X个红球 来 我们红球有X个 那么 那么就是N解的X 是非红球 那么X是红的 这两个加起来当然是小N了 没错 那么这个几率怎么算呢 算法是这样子的 全部有大N个里面 选小N个 有这么多种抽法 这是组合 其中 红球 红球有X个 它是由哪里抽出来的呢 由K个里面 选出X个 再来 大N-K 就是非红球的部分 这边有N-X个 这样子的几率分配 我们就称为它叫做 超几何分配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什么是超几何分配 假设派出所 有三位女警 三位女警 五位男警 现在我们要抽 五位警察来执勤 X代表的是 抽到女警的数目 那么我们把几率分配 都把它算出来 现在我们看这个 X代表的是 女警的数目 那么X有可能值是哪些呢 有零 一 二 三 有可能四吗 当然不可能 因为我们是 相当于是 抽后不放回的意思 就是一口气抓出来的 这个五位 所以最多最多 五个里面 最多最多也只有三位女警 再抽也没有了 好 那么我们所对应的几率 我们就可以计算了 这个地方来说 总共有八位 所以是八个里面 这边分母是写 C 八取五 上面 各位同学看 三取零是什么意思 三位女警里面 我们挑零位 五位男警是挑五位 那么零的几率是这样 一呢 一的意思指的是一女 那么是四男 那么怎么做呢 分母还是一样 分子就是三个里面挑一个 我们写出来 三个里面挑一个女生 五个男生里面挑四个男生 二的 那意思类推 同学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 这是C八取五分之 C三取二 五取三 这是男生的部分 这是女生的部分 最后 八取五 C三取三 C五取二 那么计算 同学应该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组合的计算方法 C八取五 就是八阶层 除以五阶层 除以三阶层 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所对应的几率 这随机变数 所对应出来的几率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超几何分配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超几何分配 那么这个是一个 很常见的 这叫做什么呢 分散型的分配 也就是所谓的 间断型的分配 那么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超几何分配 常常跟二项分配 我们把它混在一起 事实上它非常像 只差在哪里呢 只差在 一个是取后放回 一个是取后不放回 那么超几何分配 比二项分配要少用一点 因为它的计算 稍微麻烦一些